聊斋致意连环化 雷曹 山东书生乐云鹤 文思敏捷 才华横溢 在乡里中很有名气 可是乐生屡次科考都名落孙山 他十分沮丧 心想 我的文章做得再好也没有用 还不如另做打算 他思考再三 放弃了读书做官的念头 专世经商 半年后 家境日渐富裕起来 一天 乐生饭货路过金陵 日暮时在一个旅店里歇脚 呼见一个大汉 身材齐长 筋骨隆起 满面愁容 在廊上徘徊 乐生正要进餐 那大汉走到桌前 看样子 似乎很想吃饭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乐生请他坐下 问道 壮士是否还未进餐 请一起吃吧 说着 把菜肴推到他面前 大汉也不推辞 抓起饭菜就往嘴里送 不一刻 吃得精光 乐生见状 又命店家给他端来一条猪腿 一堆蒸饼 足够十几个人吃的 大汉又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大汉心满意足地对乐生说 三年来我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饱餐过 金盟足下讳赐 感谢不尽 乐生奇怪地问 壮士为何落魄到这个地步 大汉叹道 我因犯天条 遭到天地贬折 以至于此 乐生不好细问 只是为他感叹了很久 并挽留他一同住下 夜里 他俩挑逐谈心 遂成知己 第二天 乐生要启程 两人一一惜别 忽然那大汉对乐生说 你有大难 我不忍弃你而去 请与你一路同行 乐生欣然同意 船行数日 一天 忽然风浪大作 船被浪涛掀翻 乐生和货物都落入水内 不一刻 风平浪静 只见那大汉背负乐生 踏水而出 一手推船 向岸边靠拢 这大汉把乐生扶进船舱 主他躺下休息 并将缆绳系好 他回身又跃入江中 不一刻 夹着一大包货物 钻出水面 他把货物置到船上 然后又跃入水中 如此来往数次 把货物全部捞取上来 乐生感激地说 壮士不但救了我的性命 而且货物也无损失 真是神人啊 大汉要告辞离去 乐生苦苦挽留 他只好又陪乐生走了一程 闲话中乐生偶尔提道 这次遭灾 我只失落一枚金簪 也算万幸了 大汉一听 盲说 我与你既为好友 怎能让你蒙受损失 带我为你寻回 说吧 纵身一跃 引入波涛之中 乐生正在惊愕 呼见大汉举着一只小小金簪月出水面 乐生大喜 连忙致谢 这日 传一道乐生家乡 乐生诚恳地挽留大汉 大汉只好住下 乐生殷勤款待他 说来也怪 这大汉数日才尽一餐 但每餐十量惊人 乐生暗暗称奇 一天 恰逢天空阴霾 乌云密布 雷声隆隆 乐生笑道 不知云端是何境界 雷是何物 凡人能否到天上一观 大汉道 你如愿去云端游览 我当效劳 说吧 大汉挟着乐生的手 走出门外 命乐生紧闭双目 乐生只觉身子冉冉上升 而旁风声洒洒 睁眼看时 只见脚下云海翻腾 云团在身边飘来荡去 顿觉格外神清气爽 乐生拨开云雾向下一看 只见城阔如斗 江河四线 人间景物 尽收眼底 他抬头仰望 见碧蓝澄清的天幕上 嵌着颗颗星斗 闪闪发光 乐生见那些星星玲珑剔透 十分可爱 便伸手去摘 不料用尽力气 星儿却纹丝不动 忽然 那大汉来到乐生身边 随手摘下一颗晶莹的小星星 递给他说 我感谢你对我的殷勤款待 就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你吧 乐生大喜 连忙收在秀内 这时 云端隆隆作响 乐生抬眼望去 见远处有二龙驾着慢车飞奔而来 乐生大惊 那大汉叫他不要害怕 带他走进去看 只见车上装着几个像大缸一样的容器 里面注满清水 还有十来个人手持长饼勺 摇水便撒云间 乐生好生奇怪 大汉也递给乐生一长饼勺 叫他摇水浇洒 并说 这是奉命行语 可以试试 乐生欣然从命 这时 乐生的家乡正久汉不遇 他想 何不趁此良机 多往家乡撒上一些 于是咬了满满一勺水 尽情向下倾注 乐生回顾那大汉 见他荣光焕发 神采飘逸 全不像原来那父母样 大汉对乐生说 我本是玉帝的雷曹 阴雾行语 被天帝罚到人间 如今已三年期满 天帝恢复了我的职位 我与你人间天上 后会有期 乐生听了 对雷曹更是敬重 雷曹劝他回去 乐生依依不舍 雷曹递给乐生一根长绳 让他紧握一端 双目紧闭 顺绳而下 乐生紧闭双目 不一刻 果然两脚着地 他向四周一望 恰好落在自家的村外 这时雨过天晴 十里外 雨水只有一个指头身 独月声锁住村外 沟壑皆满 和苗九旱逢雨 顿时生气盎然 乐生回到家中 摸摸秀内 那颗小星依然还在 他把它放在桌上 看起来也不过是一块小小的黑石头 可是到了夜里 那小星却大放光明 映照四壁 乐生十分喜爱这颗小星 平日把它珍藏起来 遇到好朋友来了 才取出边照明边欣赏 一天晚上 乐七偶然把小星取出 照明梳头 星光忽然渐渐缩小 最后像萤火虫一样 在室内飞来飞去 乐七好生惊异 小星呼地飞入她的口内 乐七忙将乐生换来 告知此事 夫妻二人 十分惊疑 夜里 乐生梦见雷曹关带而来 对她说 你我情深义重 我见你三十五子 金特送来一子 作为报答 不久 乐七怀孕 十月后 果然生下一子 分免时 满是通明 夫妻二人 暗暗感谢雷曹 乐生非常喜爱这个儿子 给他取名叫星尔 星尔长到五 六岁时 聪颖过人 乐生亲自教他读书 星尔勤奋攻读 过目不忘 乐生十分欣慰 一夜 乐生又见雷曹成龙而来 他执着乐生的手说 星尔已经长大 将来必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我特来为你祝贺 从此与你永别了 乐生依依不舍 送他到门外 雷曹笑道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望你好自为之 忽然红光一闪 霹雳大作 乐生惊醒 原来是一场梦 但见窗外大雨如注 乐生为了纪念雷曹 请画师绘了一张雷曹的肖像 挂在屋中 并将雷曹的品德 讲给星尔听 以勉励星尔上进 从此星尔读书更加勤奋 十六岁考中了进士 他在围观期间 不畏强暴 体恤民情 百姓无不称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